原著名足语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获得首奖的殊荣 泰鲁阁族创作歌手一好立行 下午前往景美国小举行一场温馨的 预风而行专辑发表及歌谣传唱分享会 期望让更多的民众认识泰鲁阁族山林文化的深厚感情的充沛能量 然后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殊荣泰鲁阁族创作歌手 以后立行并且前往景美国小举办一场温馨 预风而行专辑发行及歌谣传唱分享会 丘鲁相当我没贵 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鲁阁族专门为吴亚文 与其孩子们期盼让更多民众认识泰鲁阁族山林文化的深厚感情充沛能量 丘鲁相当我没贵表示 再一次偶然机会聆听了一好立行的创作歌曲 让她是相当的感动 泰鲁阁的创作能力可以说是相当有才艺 一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一好他的整个音乐 我听过 所以我那天晚上真的是被感动 在鴻门那一场 我全程在鴻门参加一个音乐会 我全程都听了 一好的音乐是所有歌手里面非常在地在地的 你会感觉如果真的是从以前 你也跟阿公阿嬤一起生活的 你再听到一好的音乐 你会觉得非常感动 会让自己沉浸 会让自己原本很燥热的那个心 它会慢慢慢慢地移进来 这是那天晚上的感受 一好亮表示在担任创作歌手路上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在碰到瓶颈的时候 一度没有灵感来创作泰鲁阁主的歌谣 再一次的机会 聆听到由秀林香公所发行的音乐 听到甜心的牧师唱着传统歌谣 听听之后是相当的感动 他也从中了解波路文化的意涵 从此创作就开始源源不断 我们秀林香有出了一个叫之前 之前也出一个泰鲁队主的那个 电影调查的那个泰鲁队主 明耀那个 我是听到甜心的唱的那个 我就是煞到了 那个声音真的好像是 好像是那个猎人的灵魂 打到我的心里面 然后我就去买那个 我就是买那个香公所出的那一本 有七滴两卷在里面 还有一本香公所的书在那边 我真的从头到尾去看 每一个老人家唱的 然后里面去对 他就没有唱 我的创作就是这样来的 以后联合表示 除了将2020获得奖项 献给泰鲁阁主人也和欢迎乡亲分享 也做出首张全创作主义专辑 以保存泰鲁阁主歌谣 更鼓励原作民音乐人 有更多元的创作 不限于某种曲风 呈现该创作人音乐的风貌 以后老师也乐于将创作的歌曲 分享给各个学校 以及教学单位来传唱 也能够作为主义的教材 记得喜欢学乡博物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